三千七百一十个人 娶了我这样子 娶了我一个人 真真爵士美颜 可有三千七百多人 小淘气一迎男演员 全世界怎么可能有灯光师 觉得天一打光是困难的事情 有真真在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在无法崭新的年代 用天生励志来形容真真 真的只是刚好而已 来听听界在国联电影公司 征选的超猛经验 从三千多个人里边 他说就选了十一个 最后十斤这样子 李汉翔就坐在那 用那个水布这样走过去 到了同步的家 这样看一看 这样看一看 我就这样走回来 李导演看完站起来就走掉了 我心里想 哇一定是把他气跑了 你知道不知道 其实他那一天就是看我一个人就走了 就觉得后面都没看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用纸上写了一个 真真两个字 我一看这个字 我说 念西真还是瓦真还是土真 你知道吗 我不认得这个字 你知道吗 我都在憋 憋 憋 在那个家憋半天 在那边研究 他就说真真 大小姐 新人请你下去吃饭了 我不吃就不吃 我是故意要喝醉的 真真自然调皮 不做作的眼镜 很快就收服观众 喊叫金光灵 扭芳玉和李登慧 被称国联武凤 他还有个昵称叫做小淘气 只是心里的小淘气 现实生活是真淘气 拍戏呢 找这个女主角到哪里去了 到处找找不到 我已经跑到那个灯关吧 板上面学 跟人家灯光师去聊天 鞋子我就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人家顶端换一双两双鞋子 我换了六双 大拇指跟二拇指都漏着 都漏着破掉 拍戏的时候无聊 大家整来整去 男主角在我前面打光 打光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男主角你赞 我就说一二三 他说干嘛了怎么啦 我说我帮你一赢掉 赢掉了 那这位男主角是谁 每一个都被我 每一个 你跟一幕初吻吗 一幕初吻是 明月举十元 刘维斌 两个 文秀我把我把出来翻脸啊 不准拍啊 过然后就很坚持嘛 最后就是轻轻的这样碰一下 就过 镜头就锁过 尴尬什么 哎呀 没有尴尬 我在想 怎么不漆下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爸从来没到过偏偿 从来没有过问过一件事情 就是 接吻不行 还有就是 晚回家十二点钟以后 我爸就拿一个那个椅子 坐在门口 谁送他回来 就给人家说 以后不可以超过十二点 哈哈哈哈 所以没有人敢跟送我回家了 家教森严的真真 其实是讲门之后 本名张家政的他 他祖父张宏春 母亲张佩玲结尾五官 曾被派驻日本 母亲张凤卿是富家千金 也曾是名演员 所以演艺圈的套路自然略至一二 那个时候 柯俊雄就在讲嘛 这个张家政就像个男生一样 我对这个爱情开窍实在是很晚 所以人家问我说 你怎么诠释这个爱情戏 我也不知道 这么多这么帅的 都没有心动过 你那时候是少女 没有 都是好朋友哥们一样 拍婚姻大师 那在很后边了 我躺在那儿休息 那林岳云坐在这边 秦晓琳拍完 咕咚就坐在我们这中间 你知道 她回头看看我 没事 跟林岳云家 她说 你的睫毛好美哦 我扑在那儿笑出来 你知道吗 她就很气得要命 她说你没事 那她也她很可爱 那个荡秋千这样子 她亲我谈恋爱嘛 我把头这样伸出去 她就是 没有亲到你知道吗 等会我又荡过来 她又 又没有亲到你知道吗 NG了三遍你知道吗 都亲不到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啊 她的印象是怎么样 她就是一个大帅哥 还有书卷气的 很有气质的大帅哥 她非常斯文 还有就是柯俊雄 而且她大舌头台湾国语 我有时候就问她 李公夏 她就很生气骂我 你知道吗 李公布很容易笑场 有有笑场 但是很少 我工作的时候很少闹草 你留下来好吗 你不会那样狠心的 我总共在十年当中拍了大概有七十几部 以前我在国联不是1400块钱吗 后来到了中影就是6万 就慢慢涨一百多万这样子 一天大概睡个三四个小时 一天可以赶到四部戏 我都是在现场 现场我看一遍马上 一个嘛 对啊 她就把三个地方打好光 三个摄影子等我 讲完这句就跳那边 那边就跳这边 拍完就走人这样子 晚上起来被叫起来化妆 化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眼泪水就会这样 这样流下来 怎么命那么苦啊 你知道 这会掉眼泪 在洗手间里面 旁边摆了一个是浇水喷发胶的 摆了一个滴滴剃 那时候迷迷糊糊就把滴滴剃 给铺上去了 你知道吧 那个时候我得了肺 应该是说肺病吧 那个时候就同时另外开的四季化开 一生命的时候还是照拍去 两部两部 反正打了大概有半年的针才停的 我觉得在这个 这个年轻在电影界的这个时段里面 真的很快乐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更何况是回眸一笑百媚深的珍珍 说这两个男人 我相信他们都曾经爱过我 但是里面有甜蜜 也有浪漫 但是也有伤感 也有后悔 我这个人啊 笨得很你知道吧 人家讲是在追我 我就不知道人家在追我 李汉湘导演带着谢贤来接我们 在机场就认识 认识完了以后呢 他就有一个跑车 就是带着我跟我妈妈 那后面有一个记者 就是每天在拍我们拍我们 变成头条你知道吗 就说谢贤追我啦 然后后来怎么样追求 好像拍群星会的时候 他有到台湾来 到现场到片场来看过我 这样子 所以他也并不是一个 会讲甜言蜜语的人吗 甜言蜜 不太会 谢贤看起来以为他是一个很会 他也是这样子 不是完全不是 到什么时候你才感觉到这玩意 提营 提营开始他就是约我 收了工约我去吃饭 喝咖啡 假如说是没有拍戏那一天 他就会到家里来 他就说那我们去吃饭这样子 那我妈说我也去 但是结婚是冲动的 结婚就是说我妈不在 就是我们去拍海鸥飞出外景 那那次就是唯一出外景 我妈没跟的一次 结完婚以后 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要登出来 下午就全部亲自 全部头条新闻 我妈说 啊 结婚 怎么都不讲什么 我们结婚以后 大概两三个月吧 就来了台湾 拍《一连幽梦》 回来之后就是 就是那个 对 对 我在15岁的时候 刚刚入国年 我就认识了这个刘导演 那他那个时候就是送我回家 就约我说明天看电影 我就没去 就是骂这个照片名气 在配音新娘与我的时候 他就到现场来 他就叫我 你出来一下 出来一下 就在我这里 嘣 亲了一口 嘣 掉头就跑了 心想这个人怎么怪怪的 你知道吧 亲了一口就跑了 就这个人再也不出现 他就是这个样子 都在你谢贤结果之间 都还是这样子追 他是一年一次 大概有个五四五年吧 是 刘家昌并没有忘记珍珍 他利用影坛人脉 巧妙让珍珍和她来唱 晚餐约会 那天刚好没有谢贤的戏 打到酒店里去 就说我人不见了 那他就一个计程车 大概就到了片场 就在那等我 那你有跟他讲这重点的过程 也没有就是 没有 他就说拍戏拍戏 先拍戏 而压跨珍珍谢贤婚姻的 最后一根稻草 则是刘家昌打听到 他的日本工作行程 他打电话上来 他说他要上来房间接我 我说你别上来 我妈还在房间里面 然后我下来 我就往楼梯走廊汉跑 他就是这样上来 就这样子碰到 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下电梯 到了电梯这样一开门 就是这个命运就是这样 好死不死就碰到楼梯 他叼着个血压 当场就一翘翘起来 看着我们 我们也看着他也傻了 你知道吗 当天下午 全部新闻都出来了 他就会问 怎么会有这个 就讲给他听过程 可是讲也没用 于是珍珍和歇贤 结束短命婚姻 离婚后 珍珍淡珠印贪赴美生活 韩歇贤长达45年 没有见面 不过为了珍珍自转 才有两人共同的好友 江大卫李玲玲 安排了会面 她就一直这样子 往江大卫这边考 没有理我 我心想她给我拿桥 大概坐了十分钟吧 她说这个有一个像一个人 她说但是这个比较大致 李玲玲就跟她讲 她叫张家珍 她说是你老婆 她就马上出来 她说你有爱过我吗 我当时我傻掉了 因为傻掉 我就想怎么会突然间 问这样的话 你知道吧 本来想回她 后来又想算了 你回她 但是时间都过去了 希望这两位男士都能够安度 快乐地安度老年 笑看这个人生喜怒哀乐 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大文 真的 哈哈哈哈